就是我們很少能夠紮實的願意持續的去操練的一件事 我們等一下就會來講到這件事 在講到這件事之前呢 我覺得我還是照著這個綱要的次序來跟大家講 我們看一下這個綱要的第一點 我們要進入這個導演背講呢 我們就要認識這個神聖起世的四個層次 好那我們就把第一大點和這四個終點我們一起來宣讀一次 神聖起世的四個層次 人被聖靈推動 從神說寫出來 被譯作多種語言 被解開 成為信徒的構成 好我一開始先要跟大家分享 神聖的起世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人被聖靈推動 從神寫出來 或者說出來 但是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聖經 我願意給大家今天有個很深刻的印象 今天這一本聖經拿在我們的手裡 它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你說聖經被人寫出來 好像很容易啊 聖經就被人寫出來了 聖經被人寫出來 遇到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你怎麼知道這個寫出來的是聖經 聖經沒有說它是聖經 今天如果萬聖修寫一本書 他可以最後寫什麼 萬以安住 對不對 因為這本書全部就是他的著作 今天如果基文寫一本書 他就是寫什麼 許基文住 聖經並沒有寫說神住 我們都知道聖經是這個人被聖靈推動 所說出來的話 所寫出來的話 在這個原文裡這個人被聖靈推動的意思 就好像這個傳的凡被風吹動一樣 推出這個話來 但是這個話說出來 怎麼知道它是神的話呢 你覺得當初只有保羅 為什麼保羅有十四封書信放在聖經裡 彼得只放兩篇呢 為什麼雅各他本來是在約路撒冷帶頭的 他只放一篇呢 難道他就這麼雅各這麼長的人生 就寫了這一篇嗎 為什麼聖經是最後是這六十六元書 聖經遇到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那麼在古時候沒有這些印刷術的時候 沒有這些書本可以這樣印的時候 甚至現在有電腦存起來 一旦存起來就永遠存起來的時候 人都是靠抄寫的 那麼在這個抄寫的過程中 還有這個紙本的保留之中呢 就會有什麼遺漏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紙本能夠被保留下來 這些書卷這些洋卷能夠被保留下來呢 好我願意分享兩件事情 我沒有很多事情 但是讓大家看到這個聖經的寶貴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到這個聖經的這個認定的問題呢 就發生在新約的事上 第二件事情就說到聖經這個保留問題呢 就發生在舊約事上 我有兩個實例讓你看到 聖經今天能夠留下來完全是一個神蹟 你要知道舊約是用希伯蘭文寫成的 大部分中間也用雅蘭文寫成 舊約最早開始寫的就是摩西 舊約一共39點書 你要記得也很容易 你知道記得兩個數字就可以了 一個數字是5 一個數字是12 你知道記得這兩個數字 你就記得舊約 因為舊約的次序就是 5、12、5、12 第一個5就是摩西五經 第二個12就是12本的歷史書 就是講以色列的歷史 然後一個這個5就是指5個詩歌詩篇 就是詩歌、真言、約伯記、雅各 還有傳道書 然後一個5就是指大聲言者書 就四個聲言者寫了5本的聲言書 其中葉利米寫了2本 然後最後一個12就是12個小聲言書 所以聖經的舊約不難記 5、12、5、5、12 就是兩個數字 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紀 請聽喔 舊約一開始大概就是摩西 大概就是主前那一百五、一千五百年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時候寫完 一直到主前四百年 幾乎就是完成了 然後以色拉把整個舊約蒐集起來 這個來就是舊約完成了 但是一直過了兩千多年 到了二十世紀 就是到這個世紀 仍然有人懷…上一個世紀啦 我們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 一直到二十世紀 仍然有人懷疑舊約的準確性 仍然有人懷疑舊約的確定性 這是你很難想像 一本書寫成以後兩千多年 還有人懷疑他原來準確性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舊約的超本 就是希伯蘭文的超本 最早被人發現的 只能在主後九百多年 於是人就說 那麼舊約是在主死了以後才寫的 因為舊約裡有許多的話都是關於主的預言 於是有個邪惡的說法 就說舊約根本不是預言 他根本是朱死了以後才寫的 一直到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一件事 這件事被譽為二十世紀考古邪人最大的發現 就是死海古圈 就是在死海的時候 有一個牧羊的牧羊人 有一次他的羊跑到那個山洞裡去 掉到那個山洞裡去 他就丟石頭 去丟那個石頭丟那個山洞裡把那個羊引出來 但是他丟的時候聽到那個罐子的聲音 他就發現很多罐子 這個罐子裡面裝的 就是舊約的超本 後來的人研究 認為這些超本根據他的字 根據他這個超本內容 全全數數大概都是在主前 三百年到一百年的時間完成的 就把這個舊約 這個希伯蘭文超本的時間 提前了一千年 就證實了舊約的確是在主來之前寫成的 所以舊約所說的話 的確是預言 並不是後人編造的 已經事實發生了 我在編造一個故事 match這個事實 新約也是一樣 新約大概最後的完成 就是約翰寫完這個 《啟示錄》跟約翰一二三書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主後九十多年的時候 但是新約整個確認 是在主後三百九十七年 就是在加太基大會上才確認 整個新約二十七卷書 在那個大會之前 有七卷書不被新約 就是不被當時的人所共同認同 它是新約聖經的一部分 這七卷書裡包括最重要的兩卷書 就是希伯來書和《啟示錄》 今天如果是你把這兩卷書 從新約裡拿掉 整個新約就神聖的啟示 就不是完整的啟示 所以你要看到 即使一本聖經要放在一起 它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即使聖經說出來了 寫出來了 但是今天這個聖經 能夠拿到我們手上 世界上的人公認 這是聖經 就像聖經祥說的 沒有一句話可以從這裡增加 沒有一句話可以從這裡篩檢 再也沒有任何的爭議的時候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剛才讀過第二個點 就是聖經不但它被寫出來了 但是它要被翻譯出來 它舊約大部分是由希伯來文寫的 少數用亞蘭文寫的 新約大部分就是用希臘文寫的 我們都不懂這個文字 我想我們在座 沒有一個人 大概對這三個文字有任何的認識 或者有一點點認識 但是知道這個字母 但是字母知道的 都不起來成為那個文字 那麼於是我們如何讀聖經呢 我們如何了解聖經呢 聖經必須被翻譯出來 你也不要覺得聖經的翻譯 是件容易的事 在這個路德改教之前 就是在517年之前 聖經是不允許被人翻譯的 那時候你要是翻譯聖經 你就只有一條路 就是死路 你知道是被翻譯聖經 被人家知道了 你就是被處死 聖經一直到路德改教之後 他才開始真正有他的翻譯出現 首先他被路德翻譯成德文 然後他被這個 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英文最有名版本 就是James這個版本 稱之一個英文 翻譯成英文 然後他大概在19世紀20世紀初的時候 他被翻譯成中文 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關化合合本的聖經 就是因為那時候西方的這個傳道師 拆會送他們來到中國 他們就開始為中國人翻譯聖經 一開始他們是個別的翻譯聖經 後來他們覺得不行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一起來翻譯 不然你一本 我一本 他一本 版本都不一樣 人都類很糊塗了 所以叫做合合本 就是這些才會合起來 翻譯這個聖經 這的確是當時最好的一個翻譯 但是今天我們手上所拿的這本聖經 叫做恢復本聖經 有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要讀恢復本聖經 為什麼我們不就跟著人家 讀合合本聖經就好了呢